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好 回来 第三集的啤梨晚步 今天我和一个新宣企业聊天 我准备好一些东西 看看有没有机会介绍给大家 首先是什么呢 是香港自己研发的 而且是全球第一的 反正这些东西我就喜欢 但是市场资讯少 老实说 也不是那么多公司 会有那么大的计划 老实说做这些东西 去推广 香港其实在地产主义下 问心一句 零售批发 难做 非此今日 不就未料到 难做到如此 话说这几天才不是开学 其实我都在街上旺了 早两个星期 前的星期五 我和我老婆和我儿子去打烤鱼 对面那间春夏秋冬就爆了 好 接着我其实 这一两晚呢 去不同的地方吃饭 其实都挺空的 好像星期六 我去普通茶餐厅 但是我都久没见过 八九成客 我想 不知道是不是 刚刚开学 那些人回来 你也知道 开学是一件事 就是希望是这样 但是又走了 这么多学生 都是难捱的 难捱的 好了 这些学校风云 你们两个真是两件事 两件事 都是片面之前 OK 那当然 你说现在 那些学生这样 我的回忆 我们小时候 我的学校就不微至于 但是我的朋友的学校 如果你们有看过 1980年 八九年 还是九零年 那套学校的风云 那是很微谱的 真的 那那个年代 我经历过 但是我的学校 自己不是这样 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的学校也是这样 我最记得 那时我的朋友 读碎画 我有时候会下去 接他们放学 他们说 当然接得放学 的意思是报仇 或者曬马 他的训导主任 走出来 他回答我 他的训导主任 喂 弟弟 你在哪里 喂 我也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当时训导主 很轻轻 他的意思是 想跟你打成一片 索尿 兼格 显示自己有尿 够够 然后我说 你老母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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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你你干嘛 你干嘛 你弯一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我干嘛 你这些人 我干嘛 我觉得大家都在干嘛 像我一样 我只是想反叛,我只是乖 十一、二歲之後,我連家都不回了 吃飯,團連那些都不回了 大家一架都不回了 你出來這麼多事情搞 這麼多事情做,有錢賺 他那些什麼叫反叛 我那些真的反叛到瘋了線 但是,也有條線沒有那麼蠢 因為你真是固惑仔細目的 譬如你說,你怎會搞大人跟他吐你 然後沒有錢落仔,然後跟女兒一起跳樓死了 你不會那麼蠢,最多是叫女兒自己弄好自己 就是籌錢,是這樣 你不會說抱著她一起跳樓死了 當然不會這麼傻 好了,現在也是 現在你們 不要說現在,因為以前沒有群組 現在他們也有些小女兒 那時候你看高等也有 那些女孩子有些群組 幾個女孩子夾錢 什麼墮胎群組 就好像別人做會 互相支援 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們七個女孩子 每個女孩子一個月二十元 一個月就有百四元 一年就有二千 一千六元 譬如,當然多一點 現在的心股之數 如果Macy有兩套 她就可以在基金裡拿錢去墮胎 那每個鬥會被人中出 是啊 那你不會說鬥 因為有時候不夠她 就是要跑 都是那七個女孩子跑 以前就說,存錢一起買姑婆屋 現在存錢 現在夾錢一墮胎 所以你還說什麼 什麼手禮 什麼旨情 就是笑死人 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 現在的學生 你問我 好像這件事 我先說給學生 是不是代表好壞呢? 又不用 又不需要吐死 又未必是好壞 是什麼事呢? 不過這兩間學校 我覺得都很有問題 我不知道 其實現在 是不是一位職校媒體 以前的學校 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很多時候 不止一單半單 隱惡陽線 我明白的 但有些事真的沒有 什麼事 你結果 當年可以說片面之遲 但結果 我從一點 我就覺得 這個媽媽說的話 都十有九眾 話說什麼呢? 屯門一間中學 發生懷疑律索案 一個姓梁的方蚊仔 被七個同班同學 在今年三月中至五月 律索超過三萬元 哇 方蚊 三屁 有什麼事? 你有沒有搞錯? 好了 包括現金和增值遊戲的點數 這個年輕人的媽媽 跟記者說 有同學威脅 會向老師 告你的兒子 在課堂上偷東西吃 所以兒子 就打算用金錢去解決問題 好了 媽媽 即是娘媽媽 事後 就向校方和教育局 投訴 無果 是無果 我要講著 做什麼事? 然後就報警求助 沒有合理 小孩子 首先說你的兒子挺不夠 你不要用我們的角度去想 他就覺得很大件事 你想想 我們自己小時候 你現在回應 有時候 第一天沒有搞功課 你老師說 你明天是爛屌 你有沒有林安靜 你再不教你大膽 第二天你以後就沒有做 你也很騰雞 你要怕他會見家長 現在回想起來 那時候我方問 即是搭巴士 然後有個同學 巴士被人吵 然後那個同學 我吵架那個人 是 然後那個人 你叫什麼名字 是 學生 你這間的 我明天走來 他投訴你 是 我是中一班 林安靜 你投訴 我兩班女士 很糟糕 但其實 後來沒有投訴 沒有 第一是沒有 但就算投訴很嚴重 沒有 老師 他不斷吵我們同學 然後我就吵架他 天空地道 是不是 可能你老師說 林安靜你再製造校服 你先撿校章 還有 去按吧 吵架 或者再開 康正 無論你出發 多好都好 但在公眾場上 這樣吵架 還有說粗口 真是不對 你現在明不明白 實在是說你虛話 喂 原來他不是 原來那傢伙 上來 吵架的車 煲煙 可能你的同學 先生 巴士上面不准吸煙 麻煩你認識煙 譬如你很不喜歡煙 沒有 關你懶事嗎 小子 吵架 媽媽 在校門都未出齊 阿叔喜歡吸煙 吵你女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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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可以在樓上吸煙 你坐樓下 吵你媽媽 讀書讀屎片 其實他可能真的有權在樓上吸煙 但是 你罵完就算了 不斷不肯收釘 於是我 堅以擁為 先生 喂 你話說 那些人最流行這樣說 你罵字罵 不要說我找媽媽出來 那就很真巧 有道理 即是說 只要你吵我媽媽 我打你也可以 其實吵我媽媽 吵我媽媽也夠說 人家吵你媽媽 然後你打人 一樣是你有罪的 如果是在刑事法裏面 好了 那些老師就很傻 是吧 OK 好像我三年級 我講過了 有一次我 不知什麼事 有個狠狠 吵你眼睛 我忠告他 然後吵你女 我什麼事 我什麼事問我 吵我狠狠狠 就打 打他 不是他平時的頭髮 吵你狠狠狠 吵你狠狠 總而言之 吵你狠狠狠 吵你狠狠 就忠告他 好了 那是部署 三年級 我當時九歲 他問我什麼事 我就 裝喊 裝菊氣 我講過 三年級 然後說 吵你狠 去呀 罵我媽媽 我媽媽今天病了 進去醫院 我剛才進去醫院 複診 不知道什麼事 我當然是這樣說 於是我師傅 立刻呆了 他說 你也不應該 馬見賢 不應該 你媽媽有什麼事 進去醫院 他打我去醫院 他更加覺得 你真的要罵我同學 不應該罵我老婆 其實 沒關係 我媽媽不進去醫院 不知做什麼 做什麼 那些事情 不過 她說 你狠狠 兩歲 你狠狠 有一天又出現了喝酒事件 你知道喝的 有時候 你狠狠狠 譬如買一串燒賣 在門口 喂 吃有沒有燒賣 你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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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過我不喜歡吃 你狠狠 你狠狠狠 你狠狠狠 現在也是 就算 你狠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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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狠狠狠狠狠狠 你狠狠狠狠狠狠 你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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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我打他就會去報寸 好多事 看不過眼吼 那些就打 最後又要給我打 我不用說話 如果女人好一點 女人我不是這樣就不會 但你打女人始終我們是有灌輸就不好 有些我會打那些人 你不是因為他什麼樣子 你覺得你這麼厲害 我想你實在有 是看不起別人 反而不是那個動作 是覺得你屌你有什麼事 就大家捏過的話 你真的報寸 就是不喜歡這件事 你不肯餓 你跟我說 或者你覺得我做錯的 就直接抽 或者你打糾我兩球 兩拳 如果我覺得我真的不對 我就給你打 你真的報寸 這麼混蛋 我都慶恩到現在 好了 但年輕人是不同的 想事情是不同的 剛才娘媽媽說 今年5月8日 整你兒子的書桌的時候 發現他兒子的存錢袋就是錢 那三萬多筆現金不敵而非 只得幾張紙條 他馬上問兒子 但兒子竟然是怕到說不到話 為了想知道他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就檢查兒子手機的對話紀錄 發現他至少有六個男同學的對話是涉及金錢的 包括有同學將他在課堂裡面 吃東西的照片傳上群組 要脅他給錢 要脅他增值遊戲怎麼做 而兒子也擔心被告會告發 就是擔心同學會告發 在課堂上吃零食 他是主動提出用金錢交易的 喏 他主動提出了 一旦提出了 那些人會這樣 很出的 那就繼續來 好了 知道兒子被人欺凌勒索 媽媽就很心痛 他說 覺得兒子從小到大 奏回來的三十萬元 亦都很省錢的 早上有時候在一個 他可能有一個blog 我不知道他們有一個白板或黑板 家庭都喜歡這樣 會寫著一張 寫上不可亂花金錢的字句 提醒了家人 他說 現在兒子很瘦 甩求法 大量求疲 原因不明 直到現在知道他在學校去遭遇 才明白他可能因為承受壓力 導致身體出現問題 他說很生氣 自己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他說 當時你聽到兒子說有同學要告發他 我那時還經常跟他說 你兒子大過兒子 你要自己處理 真的沒有想辦法 沒有想到他會用金錢去解決問題 他跟我說 他說原來以為 兩個兒子 以為過了這個學期 升了中年就會沒事 其實我真的說真的 如果我有一個同學 你媽媽那一千後友 那不是一百後友 那是二千 他又有 現在我們覺得當然不好 但當時說那為何三千 他又有 那我真的不想拎你 那都很難拎 是吧 好了 好了 翌日 媽媽就聯絡學校校工 提及事件 但說完之後 都沒有收到校方去聯絡 那我當然是說 我們理解了 梁太太 我希望校方還會聯絡 於是乎 他下午就去警署保安 OK 保安之後 第二天 睡到老師就打電話來了 就約他第二天見面 你說 就是這樣 好了 在會面裏面 他沒有機會 去詳細 蟬術的事件 最終都不歡而散 OK 那為何沒有機會呢 他說是因為 他對學校沒有信心 所以這裏其實是有點棘 他說對學校沒有信心 是源於去年九月 兒子入學不久 你對學校沒有信心 現在對學校 你都不轉考 OK 你還要去約學校社工 希望等校方去聯絡 那為何要有人約你去見面 你又說沒有信心 就沒有詳細去蟬術事件 即是見面的時候 不歡而散 梁武處理也是有問題的 不過 我們先看看這件事 好了 他說 他說 他沒有信心 就是兒子入學不久 在訓練營 被另一個同學打傷 那老師就跟他說 他兒子的臉 受了少許傷 沒有甚麼問題 說會跟進事件 他無需擔心 但是媽媽 梁武第二天就發現 不是喔 兒子手臂 耳臉 臉面都有傷痕 要帶他由急症室治理 也都懷疑 攝氏的學生打傷對事件 不知情 經此一役 他對學校方的信心大減 好了 接著呢 5月9日報警之後 警方安排專家為兒子 和攝氏的同學露出口供 因為有七個同學 接著我亦都在教育局求助 教育局懷疑知道了 知道這件事 一定會嚴肅跟進地說 有其他同學跟梁太太說 他說 他曾經聽聞 他兒子因為想和同學交朋友 就請對方吃東西 因此就被誤以為他家裏有錢 至於有人說 要告發梁同學課堂上的小動作 相信就是為了嚇一嚇他 就不知道有人會以此作威脅 嚇一嚇他 接著你自己主動提出用錢解決問題 人家就吃著上 OK 不過梁武認為這些說法 都是辯解 他說其實 他最要緊的是同學的誠意 因為他們升中 他們升中義 他們這麼小的小朋友 我自己都是做媽媽 我不是要逼他們做絕路 去到絕路 我想他們知錯 他說不還錢 如果是真心誠意道歉的 最少寫回一封信 但是沒有 就很失望地說 好了 校 記者就聯絡學校 學校就是那句 現在事件進行之中 沒有comment 但是 最後 警方就說 現在已經 6月28日 拿到警察 拘捕了 7名12至13歲 本地南韓 涉嫌勒索 下班後 有拘捕行動 9月 上旬會向警方報道 現在其實 現在是在process 在process 梁太 其實在這個時候 出來說這些說話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教育局說很關注事件 記者校方問仍然是司法成罪 不方便作任何回應 下個月他學校 兒子又會轉學校 但他說這個學校 寫兒子的成績表 寫一個介紹的 就說他要認清明辨是非 我不知道學校為何要兒子 寫一個介紹信上寫明辨是非 他說現在 他都很激烈 他說不過 現在最後就是 起碼警察抓了 那七個人 證明他有被欺凌 警察抓了 現在還未落案起訴 是否有這麼大的證據 我不知道 但是似乎更加似是 但是就算當作玩 你不給我錢 我就會把這些東西報出來 你也是恐嚇勒索的 OK 但是我學校 為何由Day1到現在 甚至乎我學生要轉學校 你仍然要在那個搜冊上 去難一難我兒子 即使我兒子有些 所以你教大了一件事 你以為何要難他 就是 好了 梁太一再說 其實他不是想追求攝氏學生 他說希望他們認識錯誤不好 從都覆辭 他說希望兒子會恢復對生活的信心 重新面對生活這樣說 同時要多謝兒子沒有做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 嘩 還沒有害怕他自殺 哎呀 我都不知道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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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懂得說 我不想 欺負別人 就是屌你 屌你了 嘩 我屌你了 我的同學 大家回憶一下 我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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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方不 你屌我見面 屌你了 我屌你了 什麼 這宗又是學校,我覺得真是奇怪 那些女生為何會喜歡在媒體上寫這些東西 現在警方拘捕了人 究竟這些女生是想炫耀 還是想投訴呢?我真的不知道 張君奧,在社交平台流傳一段post 有一個女學生說,在2002年12月,當時我16歲 參與學校升中資訊會之後 你媽媽,16歲參加升中資訊會? 升大學資訊會,是嗎? 16歲,你媽媽,升方溫 這樣不奇怪的,有些人遲些讀書 或是留班 留班,OK,不要緊 於是他跟30多歲的老師聊天 其後呢,他就上了阿Sir把私家車一同離開學校 一起去吃午餐 兩學生在一個post上便說 他曾經提出要去阿Sir家裡休息 他提出的,他寫的 阿Sir是拒絕的,後來就搭運 他說睡在阿Sir的床上,睡覺期間 有人摸去她的私處和疼她 女學生在一個post上便說 這件事已經過了一年半 即是2014年6月,即是數幾月 但是我仍是放不下 我記得當時警方跟我說 告不入這位老師的時候 我的心很沉重 就好像一塊帶子扎著我那樣 你又報過警 家略局強調就說 非常重視教師的專業操守 一直透過嚴謹而有效的教師註冊制度 確保所有和獲准 你這就沒得嫁,沒得防 你說現在他還說明 就算他最終老師沒有被定罪 但從學生服製和教師專業的考慮 認為他行為不能接受 都要按程序取消他的註冊 老老實實這樣說 如果沒有罪,你真的不應該這樣 不過自從噴激著這個政治活動 打開這個缺口 就再沒有這個金牌門了 首先要這樣說 這學生在 16歲的學生 要求要求阿sir 首先我們看看 他在聲中資訊會後 跟阿sir聊天 沒問題 之後搭上阿sir的私家車 一起去五線 我們回到下面 他要求到阿sir的家 阿sir一度拒絕 一度拒絕 那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他搭上阿sir的車 離開學校一起吃飯 是誰主動呢 你覺得 阿sir,你一會兒走 我坐上你的車 吃午餐 我很相信是這樣 好了,去到 好了 然後 他說阿sir一會兒去休息一下 他說不行 不行 阿sir很累 我家裡沒有帶鑰匙 哇,你老媽 他見你 好 喂 等一下,阿sir不可以是甚麼 蘇蘇 不行 你信得來 我忍不住 怎麼辦 都不定 我見他忍不住 他還要這樣 然後 是嗎 咬咬唇唇 好 好了 你一上去 你想想 然後你還問阿sir在床上 喂 說真的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十六歲 真的 是嗎 即我不是說阿sir 對 但真的沒有辦法 太大誘惑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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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他就寫出來 他說去報過警 阿sir說 16歲,自願你自己講的那個品牌,上去那間屋裏面 又甚至乎沒有幫忙,有幫忙就壞了 那真是未必過多日,說就說 過去什麼?會虧行為 但是12歲以下,13歲以下,16歲 真的很難說 分分鐘我告訴你這件事 就是因為發展那段時間,現在散了 又或者他想不到這麼嚴重的,16歲而已 寫出來,炫耀,或者被阿sir下馬威 之而此類,怎知搞得這麼嚴重 我的心立刻沉了,好像一塊大石殺著我 那些人又說,哎呀,小女兒,小女兒 那你不能怪她呀,難道又小女兒,bring the victim 不是說bring the victim 如果你是16歲,老實說,我們用common sense說 你這麼瘋子沒有自我保護意識 你還要上阿sir的家庭去睡? 你老實說,當場,如果我是阿sir 你老實說,你老實說,不要呀,不要 不要,你找我 你老實說,你叫我上來 你老實說,找你老實說,找你老實說 你老實說,找你老實說,找你老實說 我現在這麼漂亮呀,怎麼漂亮呀 好像那個,上個禮拜 前上個禮拜,我們說一下 那樣,就是拿一個人出來 那個廣大叫他做 現在我硬硬了,要你老實說 嘩,他就這樣反共情 要你老實說,要你老實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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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一直這樣,然後我用這個鳳眼錘 向他大臂的兩個位 這樣,要你老實說 要你老實說,兩下,馬上軟了 那麼有經驗 要你老實說,要你老實說 你老實說,你老實說,你老實說 一定是這樣 那麼,上個私民都沒有這樣做 好,謝謝 好,謝謝